这一周的周记到我来写 但是已经延误了几天了 真是非常的抱歉 因为前几天 才从日本回来 拍了广告 而且每天都有点晚 所以就现在这里跟大家 说个对不起 大家等久了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分享我 这几天的生活吧 前几天呢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快乐大本营 然后玩了游戏 就还挺开心的 因为好久都没去了 然后又见到何老师 快乐家族感到很开心 新聚我们的上年时代 大家有没有看呢 觉得还行吗 然后这次去日本呢 是拍OPPO的广告 这次就很开心 能跟王静松老师一起合作 拍一个小短剧吧 反正我自己还挺满意的 就请大家期待一下 到时候的成片了 那这次在日本 我觉得是非常的惨 就完全没有什么时间逛 第一天去 然后拍了 第二天拍了 第三天就回了 而且第三天的飞机巨早 我简直要崩溃了 那我最近的事 其实最近 我也就发生了这么些事 那大家期待我下次的周期吧